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是一首描述朱元璋的打游诗 在中国历史上 朱元璋是一位很传奇的皇帝 上面的这首诗 则很好地描绘了他一生的经历 从一个放牛娃 到一个传奇皇帝的蜕变 只是朱元璋虽然称得上传奇二字 但是他也有自己的缺点 那就是疑心病非常地重 彼之刘邦有过之而无不及 曾经李善长作为朱元璋的左膀右臂 为大明朝的创建立下了赫赫战功 然而当朱元璋处决李善长的时候 他一点都不眨眼 更甚至李善长还拿出了当年的免死金牌 希望获得一条生路 然而朱元璋却对他说 不能免死 你看看金牌后面写的什么 李善长翻过免死金牌一看就傻眼了 那么后面到底写着什么呢 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的史料未及 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朱元璋的免死金牌 朱元璋的造反之路 公元1328年 朱元璋出生了 有意思的是 其外祖父曾是宋朝一个小兵 所以有货人说 朱元璋的出生就是为了推翻元朝的统治 复兴汉人的江山 很有传奇色彩 从小朱元璋便过着穷人家的生活 为地主放牛补贴家用 可是元朝末年 百姓们过得实在是苦不堪言 因而朱元璋的父亲 在不久之后便去世了 无依无靠的小朱元璋 为了生活 曾当过乞丐 做过和尚 生活相当的艰苦 值得一提的是 在当和尚期间 朱元璋还游历了淮西之地 为后来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突然有一天 朱元璋收到了发小汤河的来信 邀请他去豪州城 郭子兴的手下当兵 从此便开始了他的传奇生涯 加入郭子兴的大军之后 朱元璋因为表现很突出 所以他很快就成为了一个小将领 并拥有了自己的势力班子 靠着这些人 朱元璋一步步扩充着自己的势力 郭子兴去世后 他俨然成为了一方霸主 还占据了当时的金陵城 也就是现在的南京 以金陵城为跳板 朱元璋开始向四周扩张 并且不断网罗人才 逐渐与陈有亮张世成形成了三足鼎立的局面 后来在刘伯温的帮助下 朱元璋确定了逐个击破 避免两线作战的战略 后来他便先击败了陈有亮 后又打败了张世成 于公元1368年建立了赫赫有名的大明朝 俗话说得好 狡兔王走狗烹 飞鸟进凉宫藏 敌国灭宫臣王 完成了从放牛娃到洪武大帝的转变后 朱元璋的心也开始变得深不可测 为了保护朱家的江山 朱元璋拔出了自己的屠刀 像刘邦一样开始处理自己的有功之臣 在这个过程中 结局最凄惨 最可怜的莫过于理善长了 人生晚年被抄了家 即使拿出了朱元璋遇刺的免死金牌也不管用 而他的结局也可以说是自己作的 明朝之初 朱元璋曾想用刘伯温的浙东党 来制衡胡维庸的淮西派 但淮西派功臣太多 刘伯温根本就敌不过 最终被害了 胡维庸本是李善长门生 经李善长推荐任右丞相 洪武十年又加进左丞相 是当时的百官之首 也因此胡维庸庸权自傲 多次下手铲除和自己相对的官员 由于朱元璋对胡维庸的大肆放权 让其更加的嚣张跋扈 作为百官之首的他 多次卖官受决 将明朝法典视若无睹 人只要站在权力的漩涡之中 就必然会无法自拔 胡维庸就是如此 他越来越不满足 居于朱元璋之下 后来他竟然勾结倭寇企图谋反 而和胡维庸一起谋划阴谋的 还有当时御史大夫陈宁和忠诚图杰 但是朱元璋作为开国皇帝 他又岂是泛泛之辈 红武十二年 战成国前来进贡 但是胡维庸竟敢欺上瞒下 不报告朱元璋此事 恰巧当时宦官发现此事 报告给了朱元璋 朱元璋可谓是雷霆震怒 最终胡维庸汪广阳等人 被朱元璋关进了大牢 忠诚图杰以为东窗事发 想戴罪立功 便把胡维庸通过之事 告诉了朱元璋 因此胡维庸便被朱元璋勒令处死 最后因为胡维庸一案牵连 而被处决的人数高达五万人 此时便有人提出 既然胡维庸是李善长引荐的 而且两人的关系也非常的好 那么李善长也逃脱不了干气 不知为何 手段残忍的朱元璋 居然放过了李善长 还以他劳苦功高为由 放过了与他有亲戚的一些人 事情发展到这里 作为谋臣的李善长 就应该知道怎么做了 最好的选择便是辞官回乡 移养天年 可惜的是 李善长放不下那些黄金乌 与严如玉 不舍得手中的权利 正如当年他为了几个美女 而投靠了朱元璋的敌人一样 俗话说得好 田作孽有可活 自作孽不可恕 而在这样危险的情况下 李善长依然不断地 触碰着朱元璋的雷区 比如蓝玉案件爆发之后 李善长有一个亲戚受到了牵连 然而李善长却不识趣 直接向朱元璋施压 让他放了自己的亲戚 结果可想而知 朱元璋在盛怒之下 便想要除掉李善长 再加上又有人指出 当年胡为庸造反的时候 李善长知晓此事 却没有上报 独一是击君 辛酬家旧恨 朱元璋便将李善长抓了起来 并且还诛连了他的家人七十多口 对于李善长来说 可谓是一失足成千股恨 钱不该万不该 不该触碰皇帝的眉头 更何况他本身就自身难保 金牌后面写的字 值得一提的是 当李善长被处决的时候 他突然想到了朱元璋赐给自己的免死金牌 于是便拿了出来 想要给自己赦免 以单书与铁券之上 称为单书铁券 史称免死金牌 免死金牌最开始是由汉高祖刘邦 设计奖赏给功臣 券上多写 何罪可以免出刑罚 基本上除了违逆叛国的死罪外 大多可以免出一死 但是事实上 在汉高祖刘邦 赐下免死金牌后 这免死金牌 似乎就成了催命牌 但凡拥有免死金牌的功臣 大多倒在了刘邦的刀下 而明太祖朱元璋 也效仿刘邦 设立了免死金牌 然而 在看到李善长拿出来的免死金牌后 朱元璋却冷冷地说道 你想看看免死铁券后面写的是什么 听到朱元璋的话后 李善长心中一惊 随即将免死金牌翻了过来 背面赫然写着七个金光闪闪的大字 免死除谋逆大反 换句话说 胡为庸犯的是谋反大罪 李善长知情不报 与谋反没有什么区别 所以虽然可以免出被斩 但谋反大罪却不能免除 就这样 李善长在七十多岁的时候 被朱元璋给处决了 更有意思的是 免死铁券后面的几个字 不是别人家的 而是李善长提的建议 话说当年 当年朱元璋对赏赐给功臣免死铁券也非常的犹豫 毕竟如果功臣造反 自己再免他的罪不是再给自己找麻烦吗 在此情况下李善长便给朱元璋建议 其他的罪过都可以除被斩 只有造反大罪是不能免斩的 如此 免死金牌便有了 免死除谋逆大反这七个字 回看大明王朝 当初的淮西功臣没有几个人是善终的 汤和穆英二人除外 为何呢 因为他们远离了朝堂中书 对朱元璋没有危险 因此 李善长的结局不是因为天要亡他 而是因为他自己舍不得荣华富贵 舍不得权力的诱惑 最终身亡倒消 其实 农民出身的皇帝 本身他们的背景就不是很硬 因此在当上皇帝之后 一般都会选择除掉功臣 比如汉高祖刘邦 蒋秦始皇 唐太宗 宋太祖等一代雄主 深厚的背景 在给他们带来权力的同时 也给他们带来无比的自信 所以对除功臣的事情不屑一顾 所以 如果李善长不归隐田园 哪怕他躲过了这一次劫难 还会有诸多的陷阱来等着他 因为在朱元璋的眼里 他必须要消失 从秦始皇 统一六国称帝开始 到末代皇帝溥仪退位为止 中国历史上 一共出现了424位皇帝 在这400多位皇帝中 朱元璋的出身最低位 也最为励志 他当过放牛娃 当过和尚 还讨过饭 最终一路逆袭成为大明开国皇帝 堪称传奇 朱元璋登记后 为了防止大权旁落 对那些跟随自己出生入死 打天下的功臣们痛下杀手 把他们杀了个七七八八 其中一人还在危急关头 为他连党九剑 救了他的性命 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的史料危急 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朱元璋的故事 陈德与朱元璋 为朱元璋连党九剑 这个人就是陈德 或许你并不熟悉陈德这个名字 但应当知晓 朱元璋这位草根皇帝之所以能成功 离不开诸位出身草莽的豪杰的知识 陈德便是其中一位 陈德与朱元璋出身非常相似 他来自凤阳农家 也是农民出身 而且两人又是同乡 有着相似的家庭背景 在1353年 朱元璋投靠了陈有亮 来家乡征兵的时候 陈德加入了朱元璋的起义军 参加了红金军 他也算是最早跟随朱元璋 出生入死的兄弟 之后也跟随朱元璋 参加多次战斗 如后来攻打陈有亮 张世成的大战 讨伐元璋 推翻元朝的统治 去南方征讨明夏国等等 同时为明朝的建立 将朱元璋推上帝王之作 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由此可见他的能力之强 朱元璋身边人才济济 吴有常玉春 徐达等 文有刘伯温等 他一开始对陈德关注度并不高 正是因为有下面这件事 朱元璋才开始对陈德重视起来的 1363年7月 朱元璋迎来了他人生中 最重要的一场战役 婆阳湖之战 当时那场战役 可以说是当时最大的水战了 陈德也因此战役 改变了自己的人生轨迹 从此一路高升 最后也摔得很惨 1363年 在康朗山湖面 朱元璋的明军 遭遇了陈有亮的军队 二人见面分外眼红 都想把对方一网打尽 当时 陈有亮军队 巨舰连结布阵 宛如当年赤壁之战 曹孟德 舰队远远望去 声势浩大 一看就是兵强马壮 和陈有亮相比 诸葛亮的军队 就显得相形见着 拿不上台面了 但朱元璋 并没有因此害怕放弃 与陈有亮的对打 他反而将巨舰首尾相连 颇有当年赤壁之战 曹孟德的影子 将舰队分为20队 每队都配备大小火炮 火冲 火箭等 靠灵巧来对付陈有亮的军队 他要让三国时期 孙刘联军火烧赤壁的场景 在今天鄱阳湖再次上演 21日 双方在鄱阳湖展开激战 明军靠着战术 以及领兵将军的勇猛 将陈有亮的汉军打得节节败退 明军也因此士气大震 但是朱元璋这边的伤亡损失同样不小 尸体到处都是 多艘战舰被击毁 尤其是朱元璋 甚至差点被陈有亮大将张定鞭所杀 在双方陷入交集状态时 张定鞭率先打破了这个僵局 他率领他的旗舰和两艘副舰队使出 打算来一个偷袭 趁朱元璋一个不注意将他活着甚至杀害 这样自己就可以升官发财 在佩服他的勇猛时 也不得不佩服他的小心思 一想到可以升官发财 张定鞭就更加勇猛 率领舰队孤军深入朱元璋的水军前阵 打算打朱元璋一个措手不及 但是他的这种想法 很快就被陈德打压下去了 也正是因为有了张定鞭的突然杀戮 才有了后来陈德的表现机会 朱元璋因为慌忙下船躲避 没想到舰队不小心被搁浅了 这时朱元璋真的是一个活靶子 暴露出来了 张定鞭吩咐手下弓箭手向着朱元璋射箭 关键时刻陈德仿佛盖世英雄般挺身而出 挡在朱元璋面前 陈德可能当时也没有想到自己这么勇敢 可能也是想着赌一把 万一不死 以后就是高官后路了 朱元璋当时那时感动得一塌糊涂 陈德虽然面对如此正事 甚至身中酒箭 但依然挡在朱元璋面前 直到朱元璋手下来搭救 才将二人救下 因为是同乡 有年轻力壮 朱元璋便给了陈德万夫长的职位 陈德虽然后来作为功臣的知名度不算高 但一开始的起点也着实不低 对于他早期的功绩 明使甚至还给出了接有功这样的总结 如果不是朱元璋对他足够欣赏 陈德也足够活跃 这个功绩不会有接这样的限定 朱元璋建立明朝后 封他为临江侯 之后他又为朱元璋南征北战 立下赫赫战功 深得朱元璋喜爱 红五十一年 陈德去世后 朱元璋为他停朝三日 并追封他为起国公 由此看来 朱元璋对他还真是不错 没有辜负他 但是朱元璋却辜负了他的家族 陈德当时肯定也为自己的挺身而出感到庆幸 幸亏有自己的党剑 换来了未来皇帝的重视 那以后岂不是升官发财 高枕无忧了 但是他也想多了 因为朱元璋是一个生性多疑 心狠手辣之人 朱元璋许诺与陈家的灭族 是自己的同乡 有劫有工 今日在危难之中 更舍命解救自己 即便冷酷如朱元璋 这一刻也不尽动容 他向陈德许诺 如果将来我当了皇帝 我将永不负清 不久后 陈德又攻克武昌 并在旧馆打败张世成 朱元璋因而着升他为天策位亲军指挥使 往后十余年 陈德又参与了北伐元朝 西征明夏 大败王宝宝 立克朔方等多场重要战争 朱元璋给他的地位也越来越高 直至临江侯 红武十一年 1378年 陈德在回到家乡凤阳后去世 朱元璋追封他为启国公 世号定乡 并为其停朝三日 然而 红武二十三年 1390年 也就是朱元璋给陈德许诺的 二十七年后 继承了陈德之位的陈家男儿 陈雍 却被夺去爵位 此事发生之突然 让陈继了有些时候的陈雍措手不及 作为大将之子 陈雍也早早进入军队 红武十六年 1383年 他作为征男左副将军 参与了讨伐龙泉一带山寇的作战 红武十九年 1386年 陈雍又与靖海侯吴珍 一道驻守惠州 红武二十年 1387年 陈雍跟随升国名将冯胜 出征不愿投降的元朝遗老 纳哈初 结果在行至金山时 陈雍的军队与大军失散 最终被纳哈初势力打得落花流水 因而此次失利后 陈雍就沉浸了下来 在朝中没再立大功 也没再出大错 可就是这老师的陈雍和陈家 在红武二十三年 1386年 还是被朱元璋清算总账 朝廷不仅决定要除去陈雍的爵位 还要将陈氏赶尽杀绝 陈氏毕王的根源 朱元璋前脚对舍身相救的陈德许诺 后脚又对陈雍及其家人动手 如此狠辣 真是一言九鼎的一朝天子吗 自然是 陈雍被翻旧账 陈氏被抄家 并不是朱元璋一时心血来潮 而是胡维雍案中的一环 红武十三年 1380年 为巩固皇权专制 朱元璋以谋逆之罪 诛杀丞相胡维雍 并牵连其党羽 一口气惩戍一万多人 而在接下来数年间 尤其是红武二十三年 朱元璋又借此清算了 包括李善长等开国功臣在内的 一众有可能威胁自己统治的朝臣 作为功臣陈德之后的陈氏 亦不过是这次事件中的受害者 在红武二十三年 1390年 给陈雍判罪的诏书中 朱元璋称陈雍是胡维雍的党羽 借陈雍曾经的作战失误和降职 朱元璋编出了陈雍因失利被降职 而记恨朝廷 最终伙同胡维雍谋逆的故事 除绝 朱连 便是朝廷给曾于波阳湖之战中 救了朱元璋性命的陈氏安排的最佳结局 在因湖为庸案惩治陈氏时 朱元璋有想起曾给陈德的许诺吗 或许想起过 但大明的功臣远不止陈德一个 类似的诺言 朱元璋也并未少说 一个不轻不重的许诺 和关系子孙万福的统治权 从草莽爬上来的朱元璋 自然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后者 况且朱元璋狠起来 连徐达这样穿一条裤子 长大的兄弟都能下毒手 方论还隔了一层情义的陈德亲属呢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感谢您的观看 如果您有什么看法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我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